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吉普木马人的区别 那经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 唐大叔哪台木马人最好 这听似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 那唐大叔真的有时候不太好回答 因为木马人的话还是有很多级别的 对吧一般来讲运动版沙哈拉卢比肯 然后加上一大堆的特别版 到底选哪个是最适合你的呢 这个需要其实要好好去研究一下聊一下的 但今天唐大叔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可以跟大家相对的讲讲木马人区别在哪 简单分就分三大类 运动版咱面前沙哈拉旁边还有卢比肯 在这个基础上有很多的特别版 有基于运动版的 有基于沙哈拉的最多就基于沙哈拉了 也有基于这个卢比肯的 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一会干脆配个图吧 每一个基础版之后有什么特别版 但首先呢 我先想今天最主要跟大家讲讲这个区别 那首先呢 咱们讲讲运动版 这个在面前这一台呢 在咱们国内就叫裸车的 就是什么多余的配置都没有选 最最基本的一个软顶的 那这就标准配置了 上手之后呢 软顶 两门 轮胎呢 大家要细看 可能有比较才有感觉 这是一个挺简陋的一个16寸轮毂的 这么16寸的轮胎 比起旁边的对吧 改装车那个就差很多了 那再来的话呢 没有电窗电锁的 手动挡 软顶板呢 后面就是这种塑料的这种窗户 如果硬顶板呢 它窗户是没有隐私玻璃 就是像贴膜一样那种是没有的 再来里面呢 它空调是有个说法 可以有暖气的 但是呢 有冷风 但是没有冷的空调这种 那在里面的话呢 咱们看首先方向盘呢 在这个很基本的运动板里面 是没有这种皮外面包住的这种 那包括它的这个换挡 就比较简单一点吧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一块中间呢 中控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CD player 然后呢 它是没有这个Series SM 就是卫星电台的 比较简单 再来就唐大叔刚刚说的 这个空调是有暖气的 冷风也有 但是没有那种空调冷空调的那种感觉了 再来呢 它是没有电窗电锁的 唐大叔很喜欢这种手摇窗的感觉 那要是旁边的倒后镜呢 你也需要自己去动手 那两门这个呢 一共可以坐四个人啊 这里也是顺便提一句 后面是两个座位的 对吧 前面两个座位 再来的话 这是个软顶板 硬顶的话呢 后面也没有隐私玻璃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Sport S 再来咱们这一台呢 Sport S 这个S之后呢 有几个东西 第一呢 唐大叔刚刚说了 隐私玻璃 如果硬顶的话 它这里是有隐私玻璃 黑色的 对吧 透明的 那第二的话呢 S在加拿大版呢 是有空调的 第二的话就是这个轮胎 Sport S的话呢 就用了17寸的轮 轮毂 然后相对好一点的轮胎 这个呢 同时我觉得 轮胎大小和这个两门的吉普啊 就是比例比较好了 那开起来也不错 这个轮胎够用了 再来呢唐大叔刚刚说了一下就是方向盘那一部分 那方向盘的话呢 现在就是有 唐大叔就猥琐的在这看了啊 这个皮质的方向盘 然后呢 包括换挡的那个不管手动还是自动的也是有皮质 那最主要呢就这几个东西了 但是同时呢 运动版不管是运动版 Sport还是Sport S 它旁边没有任何东西的 那这里顺便提一下 如果是这个卢比肯 或者说沙哈拉的话 沙哈拉旁边是太怕版的 对吧 那卢比肯的话呢就会有这个 rock slider我们叫 就是说区域的时候滑石都可以用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呃就来到沙哈拉了 那我们眼前这个就是一个沙哈拉了 这时候呢变成四门了 只要看到四门呢 我们讲法就是unlimited 就是四门的意思 这个是同样的 那你也可以从旁边看到 呃是wrangler unlimited 沙哈拉在旁边 那最主要的核心区别呢 这个沙哈拉呢 大家呃给大家过一下 第一的话也肯定有隐私玻璃了 第二的话在加拿大板呢 硬顶已经是标配里面了 所以你这个硬顶不用再去选了 啊再来的话呢 他这个挡泥板呢 和这个车身是同色的气身的 再来的话18寸的轮毂了 这下刚刚16 17现在到了18 然后配的全体型轮胎 啊基本上是够用了 旁边呢唐大叔说了就是这个踏板 因为他这种定位呢 第一美观性 那见仁见智啊 啊可能是相对好一点 同时越野性能呢 也都很很不错了 已经 所以呢 沙哈拉是这样的定位 另外的话 加拿大标准里面呢 他就是会有这个东西 啊中间的对吧 啊 7sla girl 他中间会有insert 就是会有这种银色的insert 那如果是运动版的话呢 就没有了 对吧 卢比肯的话呢 也没有了 再来的话里面呢 加拿大版标配的就是会有这个 Navigation就是导航已经标配了 再来的话呢 他里面同样的和刚刚到了Sport 或者以上的话 他那些方向盘啊 换挡的地方 都已经是有这种皮质的 就稍稍漂亮点 舒适点 再来的话呢 沙哈拉空调 就是我说冷的那个空调已经有了 所以呢 也就是说你要是选一个sport运动版 你要花很多钱 把这些选项都选上对吧 那就变成价格都和沙哈拉差不多 那你不如直接买沙哈拉了 所以沙哈拉是这样的定位 回过头来呢 咱们看卢比肯 标配的有空调 有这个导航之外呢 那卢比肯的话呢 他就和运动版和沙哈拉完全不一样了 最主要 这个有两个最最核心的东西 第一的话呢 他会有这个差速锁 那这个锁是前 前轴 对吧 两个轮子中间前轴 两个轮子后面后轴 或者说前后一起锁 他是可以这样子的 那这个都是低速四驱的时候用 那爬斜坡越野 会用到这些的人大概都知道了 为什么会用 那第二的话呢 他会有这个电子的 把这个sweigh bar disconnect 就是这个 那摇拔杆大概在这个地方 电子把这个解开之后 等于说就像腿可以伸得更长一样 那你在越野的时候呢 如果一边轮子是着地 另外一个轮子 可能离地对吧 歪的时候 那因为这样一解开之后 他可能腿伸得更长一点 这就有抓地力了 那这越野的时候抓地力是最重要的 所以卢宾可有这两个东西 当然最核心的还有一个第三个呢 就是说他可以选轴笔 所以可以选410的轴笔 如果对轴笔不太清楚 这个概念 可以回头看看唐大叔 那个另外一个视频 那有了这轴笔之后呢 其实唐大叔自己的理解 你就最好就换大轮子了 对吧 像我旁边一台卢宾可能都改好 换个35寸轮子加高一点 因为他轴笔已经带得动了 不需要改轴笔了 其他的情况下呢 你换了轮子之后轮子变大了 轮子变重了 轮子变宽了 你有时候需要去改轴笔 才能回到原厂的这种驾驶感觉的 接着讲其他东西之前 把我自己的观点跟大家聊一聊 运动版刚刚反复说了 把预算省下来 你可以改一个很牛的车 对吧 然后依然有这个吉普的简约 沙哈拉呢 就是说上手他外观 可能会比较优雅一点 然后他的轮胎啊 他的组合啊 除了路比肯之外 四驱车里最好的了 反正已经是这个定位了 最后的话 卢比肯的话呢 第一你知道就是大家可能 几台木马上之后 或者说我想要玩越野这个东西 或者说家里有台平时开的车 再搞一台周末用的 那你就可以把车改得很夸张了 直接买卢比肯平时就这么 也不改装就这么开呢 他如果又选了410轴笔呢 可能开起来油耗会高一些 那平时并用不到这些就是舒适性 可能也会差一点 再来的话会怪怪的 特别手动挡 轴笔有点过大了 那一挡的时候或者就开起来不太爽 所以卢比肯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知道 你将来有一天会去玩越野的话 那预算又润雪的情况下 我觉得 肯定卢比肯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呢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 如果你有朋友正在研究 或者自己正在考虑入手哪个木马人的时候呢 跟朋友分享 让他们参考一下 当然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文革华呢 喜欢木马人可以来支持唐大叔业务 看到了我们改装的没改装的 或者是原创给你设计都没问题 广告的话呢就这么多了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